按下核武不行了嘛 這個友誼大家在等 不然你怎麼會自強戰爭打成 莫名其妙打成這個樣子 俄羅斯 大家在講說俄羅斯怎麼會這麼弱呢 其實剛剛紀文講的是軍事的訓練 烏克蘭加強的 我現在講的 你再去找網路看看 他們在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的那個 基普的廣場革命 你看看那場才知道人家的民心是什麼 我跟臺灣觀眾講 民心士氣的民心多重要 不是說軍人打戰 我們有戰術 我們很勇敢 我們不退 你人民老百姓是怎麼 你看看烏克蘭人民是怎麼樣 他們從二零一三 二零一四兩年的對抗 那個親二的那個總統 把他趕下來 動用軍事動用武力都趕不走 那個整個廣場都被幾萬人 幾十萬人這樣包圍在那裡 趕不走的 那你怎麼辦 人家民心是這樣凝聚起來了 那個是長期不是像偶爾 來一下子我們怎麼辦 不是的 那是長期教育人民 人民對俄國已經生惡痛劫了 所以等到戰爭發生的時候 每個人民就是這些軍人的後盾 每個人都要聲嚴 農民也站出來 跟商店也起來 他們被這樣子除了痛心以外 我們沒有看到鏡頭說 每個人家破人亡在那裡 抱怨政府 抱怨什麼 有沒有 我這個政府叫你不要打 你還打 不像我們還沒打 我們都已經在抱怨政府 不要去惹他了 不要去挑釁大國 怎麼差別這麼大 人家的國家是被打到 你看那個馬力波打到那樣的爛 沒有一個人民站出來罵政府 不對 沒有一個 今天如果有一個老太婆 正在那裡哭說 我們政府不應該這樣 那我們還同情他 沒有 人家那個民心堅定到這種 也就是他的總統 底氣夠敢這樣子跟你拚 因為人民支持 不然人民不反對的話 這個總統怎麼撐得下去 這個差別就讓我們看出來 民心事性的重要 不過也從這個機密文章 可以看出來 中俄兩國看起來是狼狽違建 來清華 看起來這個機密 有沒有可能在源源不絕 之後會抖出更多的骯髒事呢 一定會 而且我們這樣講 這個機密文件 如果你去看一下 他其實講的就是從俄羅斯的 聯邦安全局裡面的官員 所釋放出來的文件 那這個機密文件 你看他的內容 他第一個 我們先講一件事 就是有相關研究俄羅斯 跟俄羅斯安全局有接觸的這個記者呢 他證實說他們裡面有前後任的官員 都證明說這個文件 確實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員寫的 那第二個 他裡面的文件 我有把其中一段翻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證實一件事情 就國民黨之前一直在說 台灣不要主動去挑釁中國 錯 現在可以這個文件證實一件事情 是中國 是習近平自己本來就意圖 想要透過對於台灣的干擾 來達成他自己權力的鞏固 這才是事實 所以你看這裡面寫什麼 文件裡面這一段 我把它從俄文翻成中文 他說習近平至少考慮在這個秋天的時候 試探性的奪取台灣 他需要他的小勝利 才能連任第三個任期 然後呢 他還透露第二個訊息是什麼 他說這個在中國精英內部 存在一個巨大的鬥爭 所以呢 他需要透過對台灣的干擾 來完成他內部對於他鬥爭的處理 這才是事實 然後你看這個機密文件出來了之後呢 你再去看看 我們剛剛在提的 這個內容裡面提到說 中國的元老朱鎔基 反對習近平這件事 他是披露在哪裡 他披露在華爾街日報 你知道華爾街日報 美國有一些媒體呢 他就是中國 已經被中國買走了吧 應該說中國不同的權力來源 會放消息給他 有人會放給紐約時報 有人會放給華爾街日報 不同的管道去放 然後所以你去看喔 華爾街日報裡面這一篇 他除了講到說朱鎔基 反對習近平連任 打破任期慣例之外 他還提到說這訊息來源是 中國共產黨黨內人士表示 所以表示共產黨裡面 有人反對習近平 而且透過這一波 烏克蘭事件裡面 他們在集結 所以同一份文件裡面 還講了一件事情 說這個對美國來講 現在可能也會幫忙協助 中國反對習近平的勢力 所以這一件事情是存在的 那換言之 他再透露第三個訊息是 中國共產黨裡面反對習近平的勢力 除了對於說他對任期的部分的反對之外 他們也提到說習近平的做法 造成中國經濟上的打壓